欢迎来到忍者无敌聚宝奇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我们面面俱到的 大人哥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讯息 很多人都在敲碗等待 特别是我们很多的学长姐 他们透过了聚宝奇 这个非常好用的策略平台 累积到了300万的资金 就说大人哥我想要参加你那个 操盘式的清代实战班 可是一直都排队排不到 结果大人哥说新春 我扩编了我的研究团队 限量招生 所以好朋友如果你想要 加入我们的操盘式清代实战班 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080066 8085 080066 8085 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 Light 8小老鼠 D A R E N 8888 直接私讯大人哥来进一步了解 怎么样加入我们的操盘式清代实战班 限量招生 所以卡帅卡妹哦 好那今天的这个大盘啊 今天的台股呢 可以看到台积电昨天 冲冲冲709的高点之后 今天稍微的休息 那么期货呢 也是一个不到白点的震荡区间 台面上头似乎开始个股啊 这个出现了一些分歧的走势 到底接下来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向 应该怎么掌握呢 赶快来请教大人哥了 好那因为其实最近的行情真的就是开始震荡了 那震荡的过程之中的话 其实我觉得充满了机会 所以上半段的股魔力的节目的话 也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连结在这边 那已经说清楚讲明白说 现在目前的行情 接下来要到季底做到行情 接下来到时候是投信可能会开始互拉或互砍 那个股票的会开始走 是会变得比较分歧一点点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 行情跟选股的方向 你必须要注意的事项 那如果以台股或者台子期货的操作部分的话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我今天节目的重点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班指标被嘎爆了 然后远离散户拥抱获利 这是你一直以来都该认清楚 都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要 就是请大家把我的Night把它加起来 或者是说把我们的YouTube频道 把它加起来的原因就在这边 因为你看我们是不是 你看2022年5月的时候 就已经录给大家散户反指标 散户多空比的这个专题了 那时候你看还在戴口罩 这个Coco还在戴口罩 这个我还在戴口罩 没错 然后我也特别还把 就是散户多空比 把它收入在我们的交易期货的 第一本工具书里面 就是我这边还讲说 你看十大错误加十大技巧 跟着散户反着做 成为期货赢家 你要成为期货赢家 你要是从期货里面赚到钱 一点都不难 你只要知道散户在做什么 跟着它反着做就好了 你知道吗 然后再继续看下去 左边这边是Night 每天早上7点50分的时候 我帮大家消化了很多很多的重要的经济数据 我帮大家摘录出来 你今天必须要注意的重要的事项 就像这个 这个是千金的美超微 然后这是最近几天跟着美超微一起狂飙的力台 在我们周报里面分享给大家了 那这边的话是头信头分比跟一些散户多空比的资料 然后你就发现说 这个看了一分钟就看完还蛮轻松还蛮简单的 Night上面都有 但是我也告诉你了 我们的团队叫做是 每天就是看这么多的资料 你看这边前面有美股 然后台股 然后你看头信 外资 然后就是一些关股的券商的买卖超 最近的关股我看一下 开始比较没有那么样的积极的在买卖 还是有 昨天的关股 昨天外资买了560而已 一个时尚第五大买超 然后结果关股给他偷盗了114亿 这是他们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莫可奈何 但大方向来说的话 他们就是做互叠不拉抬 这个跟大家讲过很多很多次 那更重要的是这个 它是谁 散户多空比 对 散户在做什么事情 你有看到吗 散户跟台子我这两行给你看一下 从这边开始 1月31号 散户多空比原本是大概在负的3.56 就是差不多中性中性水准 没有特别的多或特别空 结果开始从负的3.56开始 放空 放空 空到昨天为止 因为今天数字我还没有看到 今天数字还没有更新到 到昨天为止的话 已经到负了31点多了 好高 好傻 这个我们上次才看到20几 就已经说是非常 对啊 所以你就看到 对啊 所以你就看到 1月底的台子期货是179百左右 然后呢 就因为跟着散户在边放空 然后呢 就边边边搁空上来到了历史新高的台股大半价值数 1618619你已经昨天看到了突破了 然后呢 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散户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他们在做一些比较反正就是那个反方向的事情的话是你该去做避免的 不要当反指标 对啊 我也跟你说过了啊 你农历年前你就要先先做好核心持股 因为投心在买也不敢买 因为他们钱不是他们的钱 然后我也告诉你过了台积电就是688到700 结果昨天来了一个709T的学长 什么时候解套 我觉得会 我觉得还是会解套 只是就是要给他一点时间 因为他如果20倍本一比就是770760块 所以这是台积电跟现在目前的行情的方向 那台积电稍微休息 散户稍微休息 所以今天的台子期货的话也是稍微的休息 所以LiteYouTuber再给你看一次 满满都是资讯 满满都是一些分享教学内容 好的策略 务必把它加起来 好 所以今天的台股的部分 因为台子期货的部分的话要跌其实也没有跌很深 因为散户还在放空 可是因为 护国神山台积电的关系的话 让今天的台子期货有点小跌了21点 那今天的台子期货的话 又比较陷入一个比较偏小的区间 因为高726低的话是637 那区间的话只有89点 然后我就说了 因为其实我就每天早上 会给我们的团队一则行情的简讯 你可能在收盘的时候才能看到他 也有可能看不到他 因为我拿来当教学用 有的话你就是公餐 来8点32分我说什么 我说压力是17850到17 18760这附近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区域 多空交战的话是看650 你有发现吗 今天其实就收在645 645的附近 差不多这边就是一个 比较偏向于短线上面多空交战的地方 所以今天就变成是一个小区间的多空交战 对于当初 就是比较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友善的行情 但是以波段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当散户还在放空的时候 他的行情还是乐观偏多的一个看法 所以今天的丰收当初的讯号的话 会变成是可能早上会有点像追到短线上面高点 但是很快的去做一个反手放空之后的话 还是可以赚得到今天的89点的行情 当然你不一定要赚这种小小区间的行情 那如果你可以把你眼光放远 或者是说你愿意承受一点点的流仓的风险的话 你也可以带来一些流仓的获利 这个短波的部分的话 在新春红盘的那天有多单的讯号 那如果你有跟着照着做的话 目前的话应该是多单是获利续报的状态 所以这在操作面 或者是在一些教学观念上面 来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地方 那我一直强调 你该做的事情就是顺着毛摸 那顺着毛就是顺着趋势的毛 顺着国安基金的毛 关股券上的毛 外资的毛 所以在这样情境之下 顺着那个散户板指标 然后逆着他们摸 所以对就是这样子 好所以这样的情境之下的话 你就可以在行情比较偏震荡的过程之中 透过期货的多空双向灵活操作可以赚到 在台积电可能比较难赚到的这种钱里面 因为台积电你不可能今天涨10%明天又再涨10% 可是期货的话 透过一个杠杆放大的这样一个效果的话 它很快可以让你绩效累积 那这是短波的绩效 短波绩效的绩效的话 因为1月份 它就是比较倾向一个小区间的震荡 那我相信接下来的行情会渐渐放大 因为毕竟 1月份大家在等过年 然后过年前后的话又比较偏观望 可是现在开始 我相信会甩出一个方向出来之后的话 那个绩效就会开始放大 就像去年我们的绩效 也有这样的情境 就是去年因为1月2月的关系 我就把它累积起来看 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的话是剩15笔 然后负的话是11笔 损益只有893点而已 可是你看行情接下来的部分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到年中 中间的中的时候 也可以有到1000多点的绩效 一个月单月1000多点 这是两个月才800点而已 当然到去年12月的时候 又缩小到一个小区间的时候的话 又变成是一个280几点的 这样一个获利的部分 它就会变成是说 我要赚多少 或者我要配置多少的部位 是当下的行情 我要去做一个研判的 然后再跟着聚保期 去做一个操作 我就可以把当下的行情给它赚到 我们也一样 没有我们赚不赔 但是我会告诉你 赚大赔小赚大赔小赚大赔小 不管是上半段的古墨利 上半段的古墨利 或者你现在在看的聚保期 都一样的讲法 因为这才是比较客观的一些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还是要讲清楚说明白 所以财富制的计划我也讲过很多次了 我们就用气率的操作 透过聚保期 然后帮你赚大赔小 帮你聚杀成塔 你只要拿50万 你就可以 不是拿给我 我们的会费没有这么贵 我们的会费不是诈骗集团那种 一记给你报25万 还只给你薄薄的一个礼拜的一张纸 明明加我们的LINE就可以免费了 对啊 你加LINE加起来的话 你就是免费索取了嘛 所以这就是财富自由计划 拿50万放在你的保证金账户里面 然后来跟我们做洽询说 怎么样把聚保期 古墨利也可以 古墨利聚保期 把它带回去 然后我们用很棒的操作策略 带你迈向财富自由 然后或者是像刚刚德宇在前面讲到的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我觉得今年的行情是很好 很值得把握的行情 所以我特别把我的研究团队 操盘团队去给它扩编 所以我就可以有多的经理人 我会有比较 不能说多很多啦 我就是 现在的经理人也很难找 你知道他们自己赚就好了 干嘛来干嘛 这个对不对 所以 因为我们有研究团队 所以他们愿意来我们这边 所以在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我们可以限量 来去做就是之前原本已经 额满的实战班的限量的招生 那如果你有超过300万以上资金 然后能够同时交易 五口以上的期货的话 欢迎来加入 我帮你做量身规划的资金效率 那我们的实战班 就是限时限量的招生中 那如果你真的在 现在目前的行情之下 需要多一些协助 我就像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选择一个好的团队 比你努力半天更有效 所以你可以透过聚宝期 透过股魔力 然后达成你的心目中的财富自由 需要协助的话 用LINE 用0800来跟我们做掐寻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 好的工具 好的策略平台 其实可以让你投资 获利更加的轻松 所以邀请您 如果想要拥有我们的聚宝期 想要体验我们的股魔力 0800668085 0800668085 这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 您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了 当然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这是大人哥的LINE 务必要加起来 如果想要参加我们限时限量 特别开放招生的 我们这个操盘式 清代实战班的话 同样可以利用我们 0800668085 免付费的专线电话 或者小老鼠DAREN888 LINE直接私讯大人哥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一次谢谢 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